我們是ANCE專屬你的美邪顧問 每個月15、30號會上新影片喔 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通知喔 每次露營有二十幾個人 十幾丈 據說明天這個方向呢 會是漂亮的風景區 來帶大家逛一下塔木露營區的風景 還有圓區的介紹 圓區的門口的位置呢 是在這邊 我們往裡面走 往下的部分呢 就是洛宇松的圓區 然後門口往右邊呢 是冰箱的位置 他們還有一個小的那種觀景台 圓區是在這一區 帶大家來看看 看到了 這邊的觀景台可以搭兩個大帳篷 我覺得這可能說明是老闆可以直接租那個露營設備 你就不用自己搭 然後這就是觀景台區 然後公共區域呢 就是在這邊 裡面這邊應該就是 大家放那個冰箱的位置 一個獨立冷凍櫃 然後銀水機 銀水機 有銀水機就是棒 然後這個是冷藏的冰箱的部分 網絡宇松營區呢 會經過這一個路程 車子是可以直接開下來的 車子開下來之後呢 直接 左轉 就到銀區的位子囉 最美的景觀區就是我 右手邊的方向 大家晚上還可以看到夜景喔 那現在我在的這個地方的園區呢 它是落雨松區 它大概可以搭十帳左右的空間 然後它的洗手台的位子啊 就是在這個周圍 整圈的周圍都有 那洗手台是兩個銀帳一起共用的 然後再來它這一個的電箱 我記得也有十幾個 所以算是每一個的銀位 都可以用自己的電 但它洗手台那邊沒有垃圾桶 垃圾桶都集中在統一的這邊的空間 前面這一邊呢 就是男女的公廁 它這邊的洗手台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它是有熱水的 然後而且它有大鏡子 有一些銀區是連鏡子都沒有的 然後再來它的廁所算是蠻乾淨的 它廁所有兩間 洗澡的地方呢 也有兩間 昨天我測試過 洗澡的熱水穩定度 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忽冷忽熱 而且水量也是充足的 這邊的吹風機我覺得OK 有一些是要一直按壓式的 那這一種是直接不用手那麼累 然後直接就可以吹乾 有人們紛紛抵達然後開始在搭帳篷囉 來介紹一下今日的露營穿搭 今天搭配的這一雙是新款ANCE的真皮牆靴 然後它的顏色很特別它是有一點灰綠墨綠色系的 雖然是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但是它又不難搭 像我今天的裝扮呢 我搭了一件綠白 裡面有一個白襯衫 它就比較偏美式風格一點 然後配這一雙 這一雙的拉鍊呢 在內側的地方 然後穿脫起來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覺得秋冬露營啊 穿長靴非常的保暖 今天的帳篷呢 有超多很厲害很厲害的露營的人 我們有全黑的帳篷 然後還有奶茶色系的帳篷 還有可愛的露營車的帳篷 然後呢 還有我們帥氣的吉普 我們來去看看你們的帳篷 天啊你們家好帥喔 而且全黑耶 我們家就是全黑的 但是我今天就是完美式 沒有在管我們家是什麼顏色 今天彭彭穿的就是聯名帥 這一雙露營很推 是因為它是平底又是厚底的 所以穿起來很輕鬆 而且就是整體的 就是比例啊那些都會超好 然後彭彭這一次搭的是長襪 是今年最流行的搭法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 如果穿Kear T的話 有些人會在意那個 就是小腿肚的部分 這一雙我就有故意高度做上來 它剛好卡的位置 就是在小腿肚的地方 然後但它可以修順整個的筆直度 我們走在這種石子路上 都完全沒問題 因為它的底真的很棒 大家學起來哦 很有眼光 來找美女了 哇今天有非常多的漂亮姐姐 來照顧小孩 這一台露營車出租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的連結下方 我去那個海邊的時候也是租這一台 這台超棒超可愛 我們現在一家的畫面超可愛 這個露營車的設備呢超棒 它有附這個裝飾物 然後椅子啊 還有音響啊 燈啊 還有餐具啊 都有附哦 然後可以超輕鬆 直接方便的露營 因為露營新手或是資深最怕的 就是搭帳篷的過程了 那如果你是開露營車的話呢 你就只需要佈置你的客廳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比較輕鬆的露營 推薦大家 組露營車 之後呢 版妹會 錄一支完整介紹這一台露營車的影片 分享在YT頻道哦 請問這個沙發的感受怎麼樣 行動軟骨 舒服嗎你覺得 我覺得看起來很不錯耶 水上蓬蓬轉換 我們朋友都已經到啦 我們要準備來煮晚餐 然後還有喝酒 為什麼高度都不一樣 高低差是為了要 成功得選子 今天的晚餐是烤肉 還有番茄火鍋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炒雞 這邊的大俗區 正在準備他們精心製作的漢堡 說他第二沒人敢說第一的漢堡 哎呦哎呦很兇哦 很兇的漢堡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好 現在都滿足夠的 太高級了太高級了 魚烤生蠔 這個露營也太奢華了吧 都是專家 超大 好冷靜的朋友們 好冷靜的朋友們 他們就不得了 所以說 我可以去看 我可以去看 兩眼 有 我可以去看 你 我可以去看 我可以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